背筋筋膜炎的症状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傅湛丽 先是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 我们老百姓叫背筋筋膜炎 我们的学门叫腰背筋膜炎 我们的背部有一层比较坚韧的筋膜 这种筋膜因为它作用 平时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的腰背部更有力量 但如果我们长期的这种一个姿势 或者是长期的劳损 就会造成筋膜的炎症 筋膜它的附着点就在我们的臀部的一圈 就在臀部的一圈 所以症状一般都是腰背部的大面积的疼痛 另外就在我们的雷皮带的那一圈 就是我们叫恰前上进的那一圈疼痛 疼痛的部位 另外它的疼痛的性质 一般就是在运动以后 就是运动加重的时候疼痛加重 有的个别人是坐的时间长了以后 疼痛加重 然后稍微活动以后疼痛又减轻 这就是腰背筋膜的一个特点 有的病人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疼得厉害 早上起来适当的活动以后又减轻了 所以我们就通过这种疼痛的性质 可以区别一些有恶性的一些疾病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腰椎间盘这类的疾病 腰背筋膜炎呢 一般的情况下是根据跟咱们的生活习惯呀 或者是工作习惯包括我们的坐姿呀 包括我们的工作性质有关系的 你看有一些出租车司机呀 或者是我们长期搞财务的这些同志呢 他的腰背呢一直就处于劳损状态 所以长期的腰背筋膜炎呢 那治疗起来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 可能当时缓解了 你这个没注意以后又会加重 如果是早期发现的话 那个治疗起来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通过肛负锻炼 通过这种按摩呀 通过我们的理疗 甚至在用一些药物治疗 一般都能缓解